亚币近点大战越打越火热 现在日元逼近119元大关 新台币当然以加快角度 要来追赶落后日韩的贬势了 昨天汇率尾盘在央行强力进场干预 新台币对美元中场贬迫31元大关 收在31.015元兑换1美元 创下了4年多来的新低价位 单日贬值幅度更扩大到1.39角 不过今天早上一开盘 可以来看到台北外汇市场 新台币对美元平盘31.015元开出 之后走升9.45分是在30.922元 升9.3分这汇价提供给美元